中国汉将擂台两腿加一轴将两名老外斩于马下 这一轴也被外媒称之为最恐怖的KO 这名一轴KO对手的小将名叫张春雨 是一名来自河南州口的少年 年仅18岁时就在中国的擂台上展露头角 在泰拳的赛场上征战多年斩获诸多奖项 曾获得过泰拳锦标赛的全国冠军 世界泰拳冠军和诸神之战的70公斤级紧腰带 曾经和泰拳王子波球在擂台上激战三回合 虽然以略微的点数差距输掉了比赛 但是实力却得到了众多拳迷的认可 可以说是中国语量级最耀眼的泰拳选手 而今天的这场比赛他的对手是美国的格莱斯顿艾伦 艾伦在美国被称之为擂台上的轰炸机 硬朗的拳脚功夫让其在擂台上无往不利 此次遇到张春雨他也是放下狠话要将其给踢拳 那让我们看看张春雨是如何在擂台上将其一轴KO的 在正式比赛开始前往兄弟们动动小手点个赞 小灵柱点赞的兄弟们一夜报复 接着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比赛开始后张春雨先升夺人 一个扫踢开路将艾伦逼退 此时的艾伦不断地向后移动拉开距离试图进行防守反击 但是张春雨也没有贸然地发起进攻 而是利用腿法去试探对手的进攻和节奏 毕竟此战的艾伦来势汹汹 加上比赛规则还是泰拳的规则 走和西的进身杀伤力很可能直接结束比赛 走法西法 是的 但是我们昆仑觉得这个泰拳规则的比赛 跟泰国本土的比赛还有一些差别 在进身搂抱这块做了一些限制 对确实是 为了这个比赛的保证比赛的更加精彩 对观赏性 我们知道大家都非常熟悉张春雨啊 他是确实接受泰拳时间也非常久啊 从十二三岁就远赴泰国 对 漂亮 生活训练 对 原汁原味的接受泰国的训练 哇 双方 有可能是踢到一点点挡布 是边腿刮到了挡布 对 比赛可以继续进行 我们看纯泰拳规则的比赛啊 这个在动作输出 拳腿配合上 可能节奏啊 没有那么快 对 因为 只有欧系的泰拳手 可能会完全改变这个节奏 此时第一回合的时间已经过半 但是两人并没有出现太大幅度的进攻和击打 因为泰拳手的节奏都相对的较慢 基本上第二回合才是精彩的阶段 而这个美国老是地地道道的纯泰拳手 所以出手的所有进攻都具有泰拳重击的感觉 而张春宇最开始训练的是散打 只是后续迷恋上了泰拳才开始转变风格 对这个泰拳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啊 我们观众朋友可能看啊 就是 看的时候可能觉得两个人在进心 在扭来扭去的 不知道这个中间可能觉得没有太大的意思 但是 呃 其实泰拳的精华就是在 对 他们是在找很好的位置和发力的位置 去控制对手的脖子 对 啊 一个打肘 走击 但是距离略有一些长 有一些远 对 呃 泰拳吸引人的一方面也是有找法 这个 格莱斯盾的进攻方式啊 还比较丰富 嗯 各种的 对 此时的张春宇 技士雄雄将艾伦压制在擂台上进行猛烈的进攻 很拉铃力的肘肌也是直接向对手攻去 要知道泰拳手过如刀 而且泰拳选手相对的更加的硬朗和霸档 每一拳每一腿都是相当致命 有点隆起了 又是一腿 对手已经完全 对 连续的低扫 因为对我们的肌肉群啊 只要你造成很好的位置的刺激啊 确实是效果很明显 是的 最后的几两周 身体平衡 在一个这个防御的重心会被破坏 对 此时第一回合的时间结束 比赛进入到了第二个回合 张春宇没有过多的试探和拉扯 直接发起了进攻 结果一个扫踢踢到了对手的裆部 对此张春宇也是深表歉意 直击对手刚好在后撤 对这是武艺的 听到裆部 这是一个武艺动作 因为张春宇打的是整套的一个组合动作 这一脚是收不住的 对 不好意思 随后张春宇一个霸道的扫踢成功命中对手 接着立刻补上了连续的扫腿 将对手打得节节败腿 对手的低扫加高扫 对手张春宇 已经掌握住对手的痛点 对 在进攻起来就非常方便 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克莱斯顿 但要注意 很不得防守 头部更要注意防守 克莱斯顿刚才很聪明 顺势做了一个正面的顶走 这时候张春宇也不能觉得这个优势扩大了 此时的艾伦被踢得相当的难受 张春宇连续的组合拳配合扫踢 将其踢的疼痛满人 步伐的移动也出现了问题 但是张春宇可不会给他喘息的机会 将其压制在擂台的一脚就是一顿输出 似乎想要把艾伦的腿给踢拳 尾巴刚才那个动作应该是 这也是我们在以前的比赛中也见了很多聪明的选手 一手把对手腿踢得很严重 但是对手一靠近没有距离去出扫踢 用拳掌不断地去击打对手的痛苦 对有时候你只要压死骆驼的最后一个倒扫 可能不是一腿可能就是那一点点力量 是的 但是克莱斯顿很能挨啊 到现在又是一腿 非常非常坚强 这下这个踩盘必须要足秒了 完全不能够保持平衡了 这也不是滑倒 就是完全手踢打 这个腿部无法支撑 此时艾伦打算非西进攻张春雨也是跃起后的一个肘肌 雄汉的肘肌直接打在对手的脑袋上 美国选手直接就被打得瘫倒在地 扫踢加肘肌直接将艾伦打得怀疑人生 赛前还声称要将张春雨给踢拳 这下可算是狠狠地打了脸 我感觉应该是因为肘啊 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下漫放 这个动作其实很漂亮 关键是两个人同时都倒地了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不到发生了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啊 而接下来张春雨的对手是韩国的金和泰 自从韩国的名将金士基被KO后 金和泰就一直想来中国复仇 于是便向年轻的张春雨发起了挑战 殊不知金和泰算是挑错对手了 让我们看看金和泰的下场到底如何 金和泰开场后就打得十分的凶猛 不断地向前压进 结果就是被张春雨连续地刺拳点到脑袋 但是金和泰还是忙打忙撞向前突进 似乎想打出自己的气势 结果就是被张春雨连续地正灯和刺拳干扰 随后又是一个扫踢直接将其料倒在地 张春雨对张春雨现在控制的还不错啊 整个的 对他是打得顺步 啊西阀西阀西阀是对西阀是张春雨的一个强项 感觉金和泰报价太开太惨了 而且在不能很好的预测对方的动作 他对方出拳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上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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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张春宇能不能提前结束比赛 瞄准了他这个腿啊 身体必要无命 对 控制力度 后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 张春宇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 近身的缠斗也是打出了不小的优势 近身的吸法 起身后的金河太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但是此时的他已经是强弩之末 张春宇只要抓住机会对其进行扫踢 就能将其成功拿下 这是张春宇一个霸道的扫踢直接将金河太踢的跪倒在地痛苦不堪 但是不得不说金河太一之力还挺蛮强 挣扎的起身还想继续战斗 张春宇扎住机会又是两个扫腿 直接将其踢飞出去 此时的金河太踢倒在地疼痛难忍 凭借着超强的毅力他还想起身 但是教练组直接是扔出了白毛巾是一头翔 生怕继续打下去金河太的这条腿怕是不保了 就这样张春宇连续击败两名老外 直接在国内一战成名 大家觉得张春宇的表现如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